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应近年来访韩外国游客激增的状况 首尔市希望通过扩建免税店吸金 建议实现对观光产业再投资 首尔观光营销等供应企业若参与运营管理 将可以利用外国品牌和部分国货的收益 对观光产业进行再投资 实现一个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 来看下一条新闻 调查称韩中小企业对韩日中FTA值得观态度 调查显示 由贸易协定FTA抱有乐观看法 并认为五年内有望成功递节 调查同时显示 韩国出口中国和日本两国时的价格差 以及规格和认证制度 是三方协商的最大障碍 首尔船市价格创21个月来最大涨幅 据KB房地产消息 7月首尔的公寓 独立住宅 单元房等船市价格较上月上升0.52% 创下自2011年10月0.86%后的最高记录 7月正值购房淡季 船市价格大幅度上涨 必将会对即将到来的秋季购房高峰造成压力 KB国民银行房地产主长 条件假称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住宅交易价格将进一步下跌 船市价格将持续上涨 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措施 以稳定价格扩大交易 美消费者对三星智能手机满意度超过苹果手机 调查显示 三星盖世系列智能手机 在美国市场的顾客满意度超过苹果手机 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于当地时间8月1日揭晓 其中对于目前在美国市场内销量最高的几款智能手机 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 三星盖世S3和盖世Note2 均在各调查对象中排名第一 好的 以上就是8月2日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详细资讯 请您关注亚洲经济的中文网站 以及新浪腾讯微博 谢谢大家